第五場賽事 第五場賽事 四班千二米 這組的第二組賽事 也是明天的杯賽場合 初出馬日五號的好好達人 如果看看這一場 擺頭的馬 應該是四號的天竺貓 用了中逸禮 同場不是很多快馬 看看可否自己操控步速 上次爆冷 時尚歡欣 增情上來的烈火進馬 排著十三檔 不知如何拆 算下去 你說要賺一隻膽子 也不是那麼容易 有一場有一點混戰的意味 譬如烈火進馬上來 則有十三檔 考量 金塘仁愛堂杯 有一隻上次 我覺得沒有跑過 給大家看一條直鏡 那隻就是日新月注 因為剛才看側鏡 就看陽明天空 看不到你見到 紫色三慘我那隻 我們剛才說得意醒 就是上班時間過海 他也是 日新月注不是 不是上班過海 他是下班時間 他醒了 踏鐵路 還要在觀塘站上車 那裡只是塞住你 所以全程你見到 報民哪有跑過 但是他末段 最後二十五米 馬掉開了 他就衝上來了 他是有勢的 這隻馬就是剛才高興 賀賢 對一絕那些 慢慢給他成長的馬 現在這隻馬今季狀態 是漂亮了很多 以往模式 在神租看 一點都不吸引 近這幾招見 模式深潤了很多 上次這樣 你當他完全沒有跑過 試一貨閘 今次再來 報民知道不要塞了 有少少像之前的霹靂神龍 那樣的意味 所以今次我再跟到他一次 不要再乘地鐵 放肛觀塘站 那些很多人 你找條路自己走 麻煩你 希望今次找到個位 可以驗出真身 新舊馬運戰 我就要一隻擺前頭走的天竺貓 看看他前一場怎樣贏 二九二場次 當然這一場他贏得 受惠另一匹法馬進黃星 慢了閘 便益了他在前面放 不過這隻馬 如果他跑了水準 其實他也是一隻很硬的馬 卓來人生想到來到這裏都得米 騎足一趙直路 落飛得手 過來過去過不到 終點前自己轉弱 況且第三名用的夢想 都是今季四班次二的尺 所以這場水準 我覺得都不頑皮 這隻馬上一次跑菊草輸 我有少少懷這隻馬 菊草不太好 因為這隻馬菊草試過在五班入轎 但那場他輸給船尼多所三個馬位 其實是蒸絕斜魚 如果不是塞 應該拿了他第二 水準不高 其實看這隻馬在泥地 可以撼連少爺 剛剛看片那場 贏這個勇敢夢想 看來應該是泥地和田草 會適合他跑些 今次我喜歡他減十磅 其實比他剛看片那場更輕 比他勝馬 剛剛看片那場 今場又是沒有快馬 我真的覺得他有條件再放到 其實天中貓上次的對手 都幾乎快馬 掌金大王放在前面放 他自己放不出的話 威力減弱一點 看看今次可不可以順利放 有一隻烈火進馬 其實相次贏 都是模擬有少少驚險 還有組段是否立腳 需要增情 是呀 比我預期中 組段我都害怕一害怕 看他試襲就很快 但我們始終要以陣上為衣龜 同組還有日新月注 就是初初給大家見過有追世日新月注 看回《烈火進馬》出閘 他不算是一般 僅屬普通出閘 但見到何摘堯 真是 試襲很快 但因為質奇極 他都是前速那麼立 所以就變了後追 現在差不多是尾四五的位置 只要塞上外欄 剛才說過了 今季一千萬席路 很少貼著外欄 所以《烈火進馬》到最後 都是要移入去 接近營造創科的位置 這裏有些迫劫 其實真的 不要說驚風散 大家 二十二元 坦白說 心臟藥 利底軟 這一場 但見到何摘堯 只是反手 拍幾邊 他便通過了 打順了之後 這隻馬的衝刺 挺強勁 今次是有很多挑剔的 一來你要揹到一百三十三磅 二來一千上千二 馬王也說難 還要撿個外檔 我也在想怎樣 但如果看賽事片 我今場預計 他都會縮在後面追 因為真的上陣的速度不快 雖然賣門在松化 彈了一座草地集 不過看不到他出閘 那天是怎樣 賽事前 我猜他會後上追一段 希望靠質素搭救 是否贏之選 在我心目中便不是穩陣 但我想那些賞名 他似則可能會做得到 難度真是很高 不過上一場可以在那些窄位 一隻沒有出賽經驗的馬 可以在那些位追上來 他真的鬥心得多強 所以我都防一防他 我自己也加入了 這場有很多暗牌 其中一隻又是黎昭星馬房 加非凡 看看他上一場 谷草那場 追成怎樣 這場他十當 迫著流後 前面放頭的喜盡之聲 按慢了第一段 之後開始走 其實末段2339 都是屬於偏向難追的披星 他入到直位落後 七個半馬位 其實都沒有什麼爭勝機會 但是他做到22秒93 追上來接近 其實鄰近對手 得以佳作那些覆滿步的那些 其實這個第七 我覺得都不是太差的 你說計血統 我覺得應該沒有這麼快 這隻馬 但是應該有些質素 轉過來沙田千二米 按理應該更好追 不明物體 我覺得可以試一下這些 加非凡 是啊 3T當然要搏下冷門 看看這場我們選擇什麼馬 獨贏位置一注 上次日新月注沒有跑過 今次再搏一搏它 至於連贏位置Q 拖回烈火進馬 和後上換了蘇曉輝的馬尚王 這些新舊馬運戰都不太敢拿膽 胡川連贏位置Q 烈火進馬 加非凡 天竹貓 另外醒目勇區 用潘頓 我覺得可以留意 接著看看第六場賽事 第六場賽事 精選長癡 繼續在四班千二米 另外一組賽事 初出賣一隊 七號營造組裝 和八號的萬事嶺 如果看回這一組 擺前馬 可能都是四號的快一步 用中液賴轉過來沙田 看看能否捱得到尾 排了十四檔 這一場膽都是那隻和和神區 想切全程蝕住都可以贏 希望這次的潘明輝 這次在四班都應該有些把握 今早其實也是一些 有些挺有暗湧的場合 大家最早有些小人把身上 但如果有些什麼不測 又是一場可以石破天驚的場合 不過和Kitty說 旺旺神區 上次的姿態都很輕鬆 這次潘明輝繼續跑 聽騎士怎麼說 上場抽外檔 沿途有點遮擋 接著轉彎有點失速 但是一叫他也有很強的反應 這筆馬上場的走勢 有沒有令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因為其實他要彈來贏 也都正如你所說 他沿途那個制圓 都不是十分理想 絕對是 因為上場在半路的感覺 都不一定是會贏的感覺 但是推打打的幾邊 去到直路給我反應很強勁 所以那個衝刺也令我挺驚喜 接著其實在今場賽前 就試了一貨集 明天上就好像不是這麼特別 第七大劇 其實那一貨跟一些很高分的馬 一起試 複日 八千絲 那一貨集 我覺得它試得不錯 像你所說 在一貨高分馬的後面回來 又不是太遠 而它的走勢又不是減弱度 所以我也滿意這次試 今場也抽了很多的檔位 抽了四檔 其實都有沒有機會 會好像私閘一樣 再運用它的速度 我想四檔 它有前速 我想都可能 如果出閘理想 很容易可以拿到三四五六位 都要聽一下誠哥 看看他怎樣說 今場旺旺神居的判明輝都說 撿到一個好檔 我想他都要盡量利用 跟前有遮擋 因為上次真的沒有遮擋 都這樣贏 你看看上次 都叫有得讓的 都讓給你了 看看上次 其實它排著十檔 預計它的走位都比較差 但最後落到啡格開跑 你說對手不強嗎 又不是 裡面水晶酒杯 潘頓贏了 還有勝利才智 再出都入Q 匹匿神龍 再出又是入Q 你說你視對手如無物 剛才好像釀菜般傳情的外碟 這裡輕輕一幾步 已經贏了後面的馬 所以這次還在四班出賽 我覺得真是益了他 計能力當然是高 不過這隻馬在我心目中 其實還有很多缺點 那些僵口也不好 而且最重要 沒錯 上一場出閘之前 以及這次賽前試閘 開閘之前 他都起過琴 希望出閘時順順利利 如果出閘順利 他的確是很兇的馬 四平八穩的 勇敢夢想 看回他上一場 再看回這場 就點輸給大千眼界 剛剛都說過 其實這場潘頓 都跑得很厲害 忍到最後二百多 才真的吃下去 沒辦法 對手真的很強 大千眼界 不過夠這樣看 雖然你說大千眼界 技術會擊倒他 但他自己也奪去後面 那些大豪寶寶 整個馬 其實都是兩個幾馬位 他自己還是做了很高水準 這隻馬今季大肅大勇 跑過七場 是兩次失掌金 但其實失掌金的兩場 都是跑得好 無然來到這個磅 這個分子 是有少少吃力 但準成加潘頓 只要體力保持 我覺得還可以入前列 他就不幸 拆了一隊黃黃神 如果是第五場 贏面也挺高 還有一隻姚本輝 兩隻一起增情的馬 兩隻各個檔位 真是一般 你知道我拼 上次是否有塞車 所以只有第四 其實他跟烈火進馬 除了這次 又是撿過十三檔之餘 又是出閘那裡 又是一般 你看烈火的閘 他不是第一隻跳出來的 即是他是慢一點 然後前速 又被前面海豚星吃了 他又不是很快前速的馬 結果你又要變成自己去追馬 這一場就橫漢今朝贏 你看看前中段 其實取位上各樣都對 但去到這裏 因為你要再轉位 轉回跑到中線 橫漢今朝也是中線 不可擋貼籃回來都是位置 他要撤了 跟烈火進馬一樣 他也是要時間撤的 不過這一場 蘇兆菲已經背著133磅 沒有初出的時候 就撈得那麼漂亮 畢竟初出那場的對手 就沒有這一場那麼多質身馬 他叫爛回第四 所以倉主安排他上程 我覺得也對 曼門2月2日落草地跳 當早6點8 蘇兆菲到場 第一隻就是跳他 第一隻就是來服侍他 但落草地他很兇容 跳他有個頭罩的神操 但出賽他未有 今次13檔 我預計前速不快的話 就接火進馬 一縮縮到後面 就和你撲一條直路 有多少追多少 就是今場的小號 除了一有野挑剔 二的進步今季不是很明顯 三就是檔位兼爭情 所以在實力碼上 其實大家有很多東西挑剔出來 但你說要選擇 都是小號稱先 所以爭情就是可爭不穩的分子 你知道我拼 但我相信他會接近 不過你也說得對 1、2、3 按理要選擇 但真的大家都有點疑點 但輕綁那是怎樣 12號的長長勝 看回他的貴初 較長一點 0、4、3場次 如果你現在看回這一場 水準真的很高 爺馬那隻很搭檔 弦嵌三峰 後面還有一隻新力高勝 很嚴重 當時的連少友很緊張 所以早段一出閘 就比一旁走 所以這場長勝 接著三十位進入直路 他都跟快了一點 回到來 其實他都保持走勢 輸四分三下 跑第二 其實表現就不頑 看看最近 昨天最後試跑 22秒3 國富轉了偉大馬房之後 他第一次跳這些時間 其實馬步也算是挺開揚 正如Alex所說 其實1、2、3 也有少許疑點 重磅 他就要讓這場長勝十多磅 我覺得有少許機會可以偷雞 你說如果1、2、3有甚麼差池 場長勝 真的看看能否贏回場 上次有晚閘 最後又沒甚麼忙碰 上次就抹去 看看這場我們選擇甚麼晚 今場我都希望 細琳爆沒甚麼差池 因為三重賽 找到1號旺旺城區做膽 就拖回2號、3號 加上出賽經驗豐富一點 留住回跑 紅運泰斗 都是斗進度的場合 都不敢拿膽 四姐連贏外置橋胡川 1號、2號、12號 另外5號紅運泰斗 縮回來千二買 我覺得可以兼顧 雖然我們沒有看片 但個個都有選擇紅運泰斗 我學Jacky說的 縮情賺給數 當然了 二重賽行頭 都是順回這隻旺旺神區 拖2號、5號 稍後回來看看旗魚長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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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